Rollingman成员在2月爆出集体确诊 继经中国10日感染新冠后 梁士忏哈哈 慈禧成也接连染疫吓坏粉丝 索性成员们都陆续宣布康复 24日经中国也在个人频道上传隔离心得 他透露自己第一天有头痛症状 隔天便出现了鼻塞 虽然身体状况不错却一直冒冷汗 不过在他疯狂运动流汗之后 鼻塞症状消失 但是他的嗅觉也跟着不见 直到拍摄这支影片当天 嗅觉所恢复10%左右 关于病毒的传染途径 则是让他满头问号 影片中在京中国旁边的这位影片制作人 远到他家做客一次就确诊 不过和他整天相处在一起的经纪人却没染疫 更神奇的是 完全没打疫苗的宋志校 居然也能逃过Rollingman的中标潮 让他直呼超级神奇 而说到Rollingman成员们 在居家隔离的这段期间 他们也透过视讯关心彼此 和开开玩笑 大家一定都要保重和身体健康啊